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风风雨雨现在的这个事情 要没有互联网今天没这么热闹 那当然 你就说现在话题 这个星期他们说千千三十行不愁有话题 天天也都有 每天一个头条 但是咱们的研究就到了学术的层面 我现在这个星期我才学一个词 小粉红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也是刚学的 小粉红好像最初是源于一个网站 这网站是给女性看 所以它的颜色设置都是粉红色的 后来呢 这个网站意外的得一收获 就大家竟讨论政治问题 我社会政治问题 我觉得这个女性网站 往往不会讨论这个事 慢慢慢慢的 这个小粉红就变成带有 有一点点政治色彩的一些小愤青 大概是这么个路子 你说小粉红开头指的是女孩吗 对 它最好其实是 因为它那个论坛是一个 就是叫大家的小粉红兔嘛 然后那个论坛它当时那个主要都是女孩在上面上 但是后来慢慢的可能就没有那么纯粹了 那就说他们说围攻赵薇的是小粉红 小粉红那这是什么人 其实不是 我觉得这个后来是这个词 就在这几天这个词的含义变化了 我现在其实都搞不清 就是我那个昨天前天我跟我们那边的朋友聊 我还在说 我说现在这个大家经常现在文章 不管是支持的还是不支持的 对吧小粉红呢 你严格定义是什么现在都给不出来 因为就在这几天之内小粉红的那个定义变了 我现在我现在觉得是不是代表了 代表了这个民族主义愤青 你知道我考了一下啊 据说小粉红第一次就最早是什么一个文学论坛 然后呢第一次跟政治挂钩 说应该是年初的第八出征时间 但是实际上早在这之前 社交媒体上早已遍布他们的身影 然后主要在这什么有人说 说小粉红的世界观发言地啊 在微博微信上小粉红不仅是萌萌的物质主义者 更是义正言辞的爱国者和接班人 他们的世界观呢 是伴随着南联盟轰炸 南海撞击北京奥运会和反日游行奠定的 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幸接受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 也很难改变之前的鲜艳立场 甚至有人说这一点在这个留学生中常见 但是呢还有一个定义 就是说啊 这个在如果不关心 在近几十几年的信息环境下 如果不关注政治 或者关注政治而不会科学上网 那么你成为小粉红啊 几乎是必然的 就是说小粉红爱说的典型自白是 我不谈政治 我只是爱国 然后就说抛开政治 我只是爱他这件裙子 什么复杂中国似乎只有成澈 如他们才能不受杂音纷扰 凭空得出李克中的结论等等等等 就是这么一些 那他咱们概括的还是很准确 这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的力量有多大 我觉得其实这东西在历史上有过类似东西吧 力量很大 我认为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就力量很大 比如最近那麦当劳是吧 肯德基 我看一个最大的笑话 就是说兄弟别砸了 他说这不是这个肯德基 是肯迈基 是自己人 自己人打砸错了 打错了 是抄的 所以他确实这个小粉红呢 就这个名字啊 我们现在就接受起来还是需要一段适应 小粉红就是他带有一种很狭隘的这个民族主义思想 很狭隘的 然后呢又不去做深刻的就政治追究 就是我不读我没读过政治史 我也没学过这些什么都不懂 就凭我这个就是你 你说我什么我都不懂 我爱国这总没错吧 我觉得是词是新词 其实行为肯定不是个新行为 对 其实呢这个行为 你就是你以前当年我记得有那个 当年有过反流行在西安还是哪 就把人家开日本车的人给拖出来给打死了 脑袋都打坏了吗 打伤了还是 打残废了 打残废了 我记得 其实当年 其实你搜索当年的新闻 当年你是怎么称呼这些人的 其实这个就是 这是个老现象吗 他就是这小粉红这个词 其实倒是很冤了 他可能是被新拿出来 然后呢就在这几天 给他贴标签了 给他贴了标签 而且比较容易传播 可是你要说他呀 他自个还暴怒满腔呢 就往往就是说 我反台独电影怎么了 我反台独演员演电影 你敢说我错吗 你敢说我义和团 对吧 我怎么不懂政治了 难道应该吗 你怎么说 没有 他错有很多种 一种是直接错了 一种是间接错了 还有一种是效果错了 对不对 怎么说 那当然这种事情 还看不出来吗 这种事情 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我们直接错了 那是从根上 所有的理论 都不支持你这件事 那可能说 理论上是支持 比如我们理论上 支持每一个人爱国 那每一个人爱国 你你朝那个 那个什么 肯德基扔 扔鸡蛋 这算爱国吗 再扔了半天 还是肯麦鸡 对吧 他这个就是你 见诀上肯定会有问题 再说 我们今天全中国的肯德基 麦当劳 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除了品牌是人家的 甚至都是咱自己的 你关了以后 是我们的人事业 抵制美国 最后抵制自己 对 是啊 我的观点 一直就是说 你一个社会 你很大 完了 你情况特别多 你可能 你如果说对错 或者说道德 贴标签 你很难说 一碗水全给端平了 但是我觉得 有一前提条件 这个社会 它有一个基本的契约 对吧 它有法在吧 就是你做什么事 你别违法就行 我一直就这观点 骂不骂我都是这样 我就这观点 就是说我觉得 你这观点 人没人敢骂 这都是我们国家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 你法治国 但我让人看到的很多东西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 我们是要说 这事是不对的 跟爱不爱国 没有关系 是因为你做了一个行为 这个行为违法了 对 我如果这么说 退一步说 你砸人家的车 不叫爱国 你要砸自个儿的车 我们可以算你爱国了 就说我这车是日本的 我当年买错了 你自己也砸 无所谓 这没事 你去砸人家的车 所以你看 你说的这个 就是我觉得 道德和法律 我们往往会偏爱法律 因为觉得法律 更像是精确制导导弹 就是法律 好像比道德的惩罚 或者比道德的裁判 我倒不是我偏爱法律 我偏爱道德 但是法律是底线 我们说的是这个问题 道德这东西 不是说这道德没有标准 很难画清楚 就是问题我就发现 这个道德的力量 是不能控制大小的 尤其是今天在网上 你比如他们那天讲 就说 是 严严你说不违法的网上 怎么都行 可是呢 那兔木星子凑够一万 可能就能把你这个电影 给淹死 淹回去 这叫人民群众用脚投票 对吧 说你拍了个电影吧 好 就是不需看 其实呢 这一部分号召的人 你需要科学的调查 才知道他到底占观众的百分之几 但是互联网 我发现有一个虚拟的效果 就像我那天跟他们讲 我说你打开微博 底下我要看着十个骂我的 那我就认为是全体人民都在骂我了 就他会产生一个 你知道吗 全国都在弄 而一个电影制片商 他当然就说这个惩罚呀 这个惩罚就是 这不是什么法律吧 他们都是道德的谴责 对吧 但是这种道德的谴责 给予他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力度 是不是精准的 我不管精准不精准 我觉得他理应承受 你看你进入这个社会 你不许人家打击你 你错了 对吧 你认为你没错 是你认为你没错 但是别人认为你错了 你今天走到这个社会 就是必然要受到这个打击 你要不然你就别上前台来 因为你的目的很简单 你是要从人家都里掏钱 你是要赚人家钱 所以你就要忍受这件事 因为其实公共产品 那我给你举一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 您看他很有名的 那个好莱坞拍过一个 讲那个耶稣的 是马天斯高西斯还是谁 我忘了 还有一个电影 基督最后诱惑吧 对对对 被认为不尊重这个基督教 那叫做相当多的美国的人 这个教徒 就反抵制抗议 但是这个电影也没给弄完 就是他 那是你偏方的选择 对 那是你偏方 你自己偏方 你选择可不可吗 你选择可不可嘛 对对对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 你播出来一个片子 人家有人认为这不好 比如小粉红认为你这个片子不好 他可以在电影院院门口 打着横幅来阻止你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不对 只要他不违法 对对吧 他主张他的权利 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 就是上升到政治层面就 就非常难 你比如宗教问题 你刚才讲的 这就是个宗 这虽然是宗教 就是政治例子 宗教就是政治的一个表现形式嘛 对不对 你动用 就是你对任何一个宗教 发出意义 你都得承受这个宗教 对你的反攻 这是肯定的 任何一个宗教都有这个能力 大型宗教的 之所以我们知道的佛教 基督教和这个伊斯兰教 这三大宗教 能够生存到今天 并不是因为世界上只有这三个宗教 是剩下这么三个大宗教 那这个小宗教最后都让人给灭掉了 就是说很多人强调说 说要言论自由 我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 他没有意识到一点 就是说什么叫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首先你要容忍别人对你的不违法的非议 反正我我见过很多人 他所谓言论自由 其实我后来听了听 我理解就是我必须自由 对 然后你不能说我 你不能自由 对 你观点跟我不一样 那不行 我得弄死你 我为什么有时候能够欣赏法律 他矫情的 我记得有一次两名人打官司 他都能矫情的 就是说他骂他是傻叉 这个辩论都讲的 他这么是傻叉 傻叉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一个辩论是这样 就两个人在法庭上说 那个人恐吓他了 说怎么恐吓他 他说你小心点 当然这个被告方就说 我这个是关心他 你小心点 这话不是警告他 是关心他 结果法官就支持了这个被告 就承认被告这个说法 然后给这个袁高气得不行 一散听 他指那人说你小心点 我又关心了他一句 这下坐实了 江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好 我为什么 为什么讲小粉红呢 实际上是要讲一个心理学的问题 所以有个心理学家叫唐彦宏 他提出一个话题 因为有人问他 有人问他 就说唐老师 我有一个私人问题 想请教一下你 我跟我男朋友 政治观念不同 我要不要跟他分手 比如说我觉得共青团 点不难 不能说他那意思 共青团中央有些说法 他不太同意 但这么说 而他不觉得 他总是很支持 我经常说的一些观点 他觉得我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派 他还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 是越来越好了 国力越来越强大了 可是我们俩谈恋爱 避开这些问题不谈 就很和谐 就是这问题 他也很爱我 很照顾我 但是有时候 我们一说到这事就呛起来 那么要不要因为这个 而分手 我觉得这问题像是编的是吧 不是不是 我觉得这事应该分手 要不然他老遇到这问题 马先生您说您真的从小到大碰见过 因为政见不同而分手的 我跟你讲一个经典的短文 这个短文是五几年写的 具体是谁写的 我记不住了 大概是姚文元写的 他就写一个小杂文 就叫中国人的爱情 他说中国人的爱情很有意思 说这个农民的爱情 就是整夜的谈改良土壤 工人的爱情 是整夜的谈技术革新 至于党委书记的爱情 就是老婆有病千万别回家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路子 这很说明他的这个取向 价值取向 对 我们现在是 这个我现在不太懂 这年轻人 他现在的价值取向分两串了 就是他的物质的价值取向 他们很容易和谐 政治的价值取向分串了 那我觉得如果他这样的话 他将来过不好 所以不如早分 真的吗 肯定过不好 这两口子不谈政治 你不谈政治 你天天碰到这事 一句话就惩了 政治一旦冲突 是冲突非常激烈 全世界最冲突的就是政治 其他事都能和谐 政治和谐不了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 就是刚刚那个编导 跟我说这个选题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是 现在年轻人里还有 这人 还能有为意识形态冲突 对 所以我老师这问题有点编 我觉得 反正我很少见 我觉得 我刚才跟他们说 你们要见什么女生 哪天能跟我为意识形态吵起来 赶快介绍给我 对吧 这书名对世界很认真 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的 以前很少见 但是可能从这个星期开始 这个问题会出现 因为你注意到没有 现在的网上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 开始很激烈的 就好不讲我们祖播一切都好 或者讲我们祖播很多黑暗 你说他们 这就叫 这也算某种证件吧 是 那他们俩谈恋爱 或者过成两口子 你说他们聊不聊这事 我觉得 这样 我就是说 我年纪小 有好多大的运动 我也没参加过 但是这个 马爷 马爷是肯定身经百战 见过很多 为意识形态的爱情 但我挺羡慕的 我觉得那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就是太阳光 太阳光是会把人灼伤 然后但是他很 他有的时候暖和 有的时候 或者怎么 他是阳光 就是你们那时代 我觉得我们这时代 生活在电灯下面的时代 我觉得 这两天 你还能说 一夜之间 冒出来很多人 非常关心 意识形态东西吗 平常他关心吗 所以你看 咱们这个三代人 就是不同 不是 我说你是 他是阳光 你是灯光 我觉得我是月光 我就不能理解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像我就说 我主持枪间三人行 我老是说 我说为什么咱们 老能开开心心聊天 就是我这个主持人 我其实本质上有点 无所谓 或者对观点 就是因为我总觉得 观点之争 没有我们的友好重要 包括他私下的朋友 抬杠 不当真 但是我必须得承认 有些嘉宾 真就分了 他就是政治 就不行的 不可调和 你说 其实你看现在 今天年轻人的 我就说我身边 你看年轻人的婚恋观 其实现在已经 普遍都去意识形态化了 就是现在年轻人 谁还平常还考虑这种事呢 大家最关心的都是 很多都是消费时代 物质时代的事会认真 像这个 我觉得说你这两天 因为一个什么事情 发生的话题 其实就跟 就跟说哪个明星 跟哪个明星撕了 咱们俩 其实我觉得性质也差不多 因为他平时并不关心政治 他并不是一些平时永远都很关心意识形态 关心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 那就是他得有政治突发事件 出现以后 然后他转移过态 对对对 他不像我们年轻 我们年轻时候还有女的这么要挟男的呢 女的怎么要挟男的呢 我是党员 你不入党别来跟我谈电话 这厉害吧 这厉害 就是他最喜欢的阳光下灼伤 这严重灼伤 这不是我喜欢 我是说那是您那个时代 但是那算政见吗 当然了 还是说你不入党 这是最高政治要求啊 他有一个政治要求 政治 你问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政治不可调和 你看国与国之间 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 什么事都能商量 就政治这事不商量 你看全世界谁跟谁商量政治 政治是商量不成功的 这意识形态嘛 意识形态是不能商量的 对对对 他不跟你商量 你说我们这儿缺点水 你能不能炸开大点 这咋咋商量 可以商量 我这缺煤 您那煤能便宜点吗 这都能商量 但是有人说了 就是说你不搞政治啊 政治会来搞你的 那肯定的 对吧 他跟每一个人都相关 但是现在有些人就觉得 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 当然事也都集中 比如说什么南海啊 比如说什么电影风波啊 就比如这个 这个什么又 还是史元西子道歉了 什么两岸的这个事情 台湾那边又怎么着了 第八出征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哎 似乎有很多人觉得 现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了 这么一种风潮 这个集群式的 哎 这种强烈的所谓爱国主义 有人叫民粹主义 有人叫民族主义 你怎么看这些人 我觉得啊 就是因为还是这句话 因为我岁数小 这个说错了呢 这个该妈妈没关系啊 我跟马爷现在 在最近这个惊涛 开浪之中 我们都学粗面了 是 我们先低姿态啊 这个 我觉得呢 这个情况很复杂 就是说你不能 就它不是一个 很单纯的原因 它里面可能有一部分 是这种情况 有一部分那种情况 那么有一类情况 我觉得就是年轻 就是90后 00后 它所成长的这个年代 跟那个60后 70后 80后又不太一样 它成长阶段的时候 中国的那个上升的曲线 是吧 中国在社会上啊 或者是在国际上的 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么呢 一个时代造就 一个时代的英雄 所以呢 他们的想法 其实上跟你之前 那一代人是 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他觉得不重要 然后你觉得这个不重要的事情 他觉得很重要 像现在刚刚起了这一波 肯定有一点是没跑的 我们不说具体的问题 我觉得大的方向 它有一点没跑 就是说年轻的这一代 他的这种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觉醒 上次跟我一个 平常他很崇尚美国的这个朋友 我曾经聊过这么一个天 就是这个 我说那个 我说你看你这个多年来 一直觉得呢 美国的这个国家的状态 是比中国更好的 我说其实你现在 最近有点不适应 你其实你应该欣慰 为什么呢 中国跟美国越来越一致了 我说美国的正常国家状态 是什么样的呢 不是一大堆美国的这个 大学教授 天天说美国不好 美国的正常的国家状态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 耍了什么混蛋 只要你在体育场里 开始放国歌了 全站起来开始唱 反正我们国家就是好 你说这个 我还想起了事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就是的确 这个国旗啊 对于美国人的意义 我觉得丝毫不雅于中国吧 这是我这是不敢说 比中国更强 但是在美国历史上 有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事情 就是1984年 当时呢 其实是共和党 这么里根竞选总统 那个竞选会上 然后一帮左派 有一个人跑门口去了 他们为了就是表达反对 表达反对 扯过来一面美国国旗啊 就烧 焚烧国旗 当时是好像就是 他触犯了他所在州的 这个国旗法啊 就是好像判罚一年 将近一年 法官2000美元 我记不太清了啊 但是最后呢 他们不服 就上诉 上诉呢 上诉最后这个案子 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 就最高法院 这个大法官呢 9个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 最后呢 就是有一个大法官 投下关键的一票 就是5比4 5比4 否决了州法院的这个裁判 认为他焚烧国旗啊 无罪 而这个投下这一票的人呢 实际上恰恰是那个 后来里根总统 任命的那个大法官 等于当时这帮人搞事 就搞的是里根 对吧 然后呢 他当时的这个理由 说的很有意思 你看 这4个大法官呢 有的都是二战的老战士 说国旗 美国国旗 我们就是 他呢 他插在军舰上 他插在敌人的 怎么上 就是对美国人多么神圣 怎么能亵渎 对吧 但是呢 那5个大法官 最后也是陈词 就是说出了一句 很有名的话 就是说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的这个原则 我们裁定 他焚烧国旗的行为 目的不在于烧掉这个物质的国旗 他是表达意见 所以他是用一种行为 来表达他的某种意见 比如反对李登 这个跟他侮辱国旗 你看他 他觉得不是一回事 然后有句说了一句话 就说 有一个痛苦而 我记得他说的 有一个痛苦而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就是 在我们的法律体系里 国旗也保护 蔑视他的人 这要是在咱中国 那就是 那不用商量 不用商量 那是没有 毋庸置疑的 对 现在问题是 美国人呢 他强调国家概念呢 非常清晰 非常的清晰 这个 他在所有的艺术作品里 不停的强调这个概念 所以美国人不管是 在这个星球上打仗 还是冲破这个星球打仗 他一定要强调他美国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 他要展示那面国旗 我们的文艺作品在这上面的 并不是很多 并不是很多 并没有强调过这个 我最近我 你比如我脑袋一想 我就想象不出来 咱哪个电影中有 其实美国好莱坞 你看他有一个细节 我观察好 观察很久了 就是他这几年 美国好莱坞为了讨好中国市场 他会加入很多中国元素 但是美国好莱坞 特别注意一件事 你看比如说 当时那个地心引力 就他最后那个女主角 最后他 他先是从美国空间站炸了 然后他逃到俄罗斯空间站 拿了俄罗斯空间站一个船 飞到说 所以我只能靠中国的天宫飞走 就类似于这样 但是美国基本不展 尽量避免展现中国国旗 他好像他在台词里会提很多中国 但是你注意 他们在好莱坞 他们好莱坞做这种东西的时候 很少很少 你会在镜头里看到 包括什么变形金刚 什么全算上 他会告诉你说 这是中国人 这是中国的什么部队 这是中国的什么 但是你很少很少能看到 他会展示中国国旗 那我问你一问题 假如说美国有个州 夏威夷 假如夏威夷出了个电影演员 这个电影演员主张夏威夷独立 脱离美国独立 但是这个电影明星 他要是拍了一个好莱坞的电影 或者是好莱坞会不会找他演电影 演了电影会不会在美国 引起票房抵制 美国是这样 其实美国的军方 像五角大楼什么的 他们的影响力是能想到好莱坞的 这个就是咱们国内 很多飞行业里人是不知道的 它怎么影响你 特别简单 美国大片 你经常需要用到什么航母 用到所有这些东西 他说我不审查你 我不审查你 虽然历史上 美国也有个审查 他说我有一个 你这事你想拍 你所有的你只要需要调动资源 你需要调动很多社会资源 拍电影的时候 我有一个官员 就是类似于 这个人一般都是有军方背景的 有五角大楼背景的 他说我要看看你这剧本 我会找一个什么理由 反正最后就说我这不行 你想借我们航母不借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自动审查 它是个自动审查 我相信 真事 就那个纸牌屋 有一季取景 要在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开会 那个会议厅 要拍取景 结果其他几个理事国态度 就是说不合适 比如说俄罗斯就很直 就炸怎么能行 我们随时军机要是不能去 说中国代表说 说话就好商量 说能不能给我们审一下稿 对对对 这本给我们看一看 看一看也可以商量 这是真事 这是真事 大家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 其实每个人都在说着爱国 可他说的这个国 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甚至于你知道他挺逗 我在一本书里 这马爷可能就熟了 我书里看到 新疆出土一个 好像是汉代 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互博 你知道吗 对 五星出东方 其实那玩意也不见得 就是多高 对吧 但是被定为好像一级 就是因为一出来 上次写着五星出于东方 立中国 好家伙 五星攻击 好像就因为这个原因定最高 对 因为这个那算急诏了 您像汉代的老公 说的后面两千年前的事 说那么准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他后来 刚一开始出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东西别造假吧 最早都是假新闻 我记得 后来他查了 赵冲国传里就有 五星出东方 中国大力的这个记载 哎呦 你说那还不是盛世 所以他跟那个时候是吻合的 所以你说 当时他说的中国 不是现在这个概念 只是中央之国 就中间的这个 就过去我们 因为发达嘛 老觉得自个儿 就是中国这种文化 就认为自己是最中心的 对 国这个字也是个大方块 中间一个欲 对 所以你看 连中国的这个概念 你不管说是面积 地理还是什么 在几千年历史里 都是深深所说 对对对 它是变得不拘的 国家随时可大各小 哎 但是你说 我们一般说 国指的是什么 对 我觉得中国跟美国 还有一点差别 就是说美国 毕竟是一个移民国家 然后呢 美国不是像中国这样 就是 昂格尔萨克逊 百种人 他在美国也没有中国 中国是一个 我们基本上还是一个 也什么 看起来 beğen 他们两个人 会像面 的确认 一般 听俗